无论 对我的命令 小白从不违逆 可最近许事取卵过多 她的元神受损 甚至开始有些恍惚 似乎不怎么听话了 小白 小白 两个时辰后我们就去降雨 你听到了吗 小白 小白 快停下 你怎么了 小白 我这是让你烧将甘霖 可没让你毁了洛门山的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好好的洛门山就这么毁了 空明真人 是他干的 他毛了 不行了 法术失控 是啊 我们都看到了 就算驯差了 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 一个来厘不明的道士 说不定啊 是江湖骗子 说不定还是妖怪面单 要不怎么能闹水呢 是啊 那丹药也稀奇古怪的 吃下去老做噩梦啊 不吃掉命 这么多年 我对你们有求必应分文不举 可刚有风吹草动 你们就立刻质疑我 我没有老 也不是骗子 我只是不想再当回张二高 我要一生一世 都做空明真人 为了尊严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姚武就在这八角井里 这是 妖怪 真的有妖怪 神人 救救我们啊 所以你就想出在八角井前杀掉小白的计划 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虽然有些记不清 不够显然已经成功了 你为了虚无的尊严 丢掉了最重要的东西 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尊严 堂堂空明真人 咱们与一条蛇妖为伍 只有杀了他 才能还我清白 你何来清白 小白虽是妖 却人畜无害 对你言听计从 到头来要闹水的是谁 要演戏的又是谁 演戏怎么了 我是真的救了那么多人 连方丈都夸我功德无量 张二高 你又何来功德 你是真会求雨啊还是治病 还不是仗着小白的妖力招摇撞骗 你以为 计算功德的先官是瞎的吗 不对 不对 怎么会这样 那我想要除魔 总该记上一笔 想要除魔 小白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张二高 胡说 我怎么会治 小白 小白 你果然又到这儿来了 才几天没见 怎么长这么大了 这成长速度也太可怕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 你干什么 你干吗 我把你养得白白胖胖 你却不知恩图报 不 那个时候 他一定是想告诉我 镜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